董事长 刚刚讲的 你在台南学甲开88枪 照讲这是天大地大事情 一定要 刚刚讲我们小时候是八号分级 一定要全面查信 现在怎么讲 完全糊弄 选前完全不敢碰 完全不当一回事 选后 刚刚讲的 我就丢了一个昂姑的名字 你是不是继续拆 就拆了以后呢 警分局现在台南学甲警分局的分局上 蔡宗昌下台之后 一下台 马上就说不对哦 现在是地检署 检察官要通计 发布通计郭祥志 那到底枪是谁开的 那发布通计的这个目的何在 要抓人啊 要抓人 那谁 那他公布通计的资料 就是要我们老百姓来协助 当宪明 协助嘛 对不对 全民通计的 对不对 然后结果这个人 相片 没有 没有 资料 没有 因为他说侦查不公开 如果不公开 你丢这个通计干嘛 对哦 你告诉我干什么 那你自己去办案就好了嘛 你空完间丢个孔祥次 万一我倒霉名字 给他重复的话 我不是 不是通计犯 真的 对不对 你以为台湾是一个孔祥次吗 当然不是 对啊 万一第二个 不是 他只有一个资料 就是只有五十岁 五十岁的孔祥次 那到底是谁啊 那他怎么知道 孔祥次是一个 他怎么配 他凭什么知道 对 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 跟前面这个 昂姑的做法 是不是一模一样 什么一模一样 就是应付媒体嘛 你说在忽悠我们 都是忽悠媒体嘛 他为什么 这好 为什么一直讲 压力很大嘛 很简单嘛 因为这个涉案的被害人 是有利人士嘛 他是民进党的台南市 选出来的中央执行委员嘛 对啊 郭再卿嘛 蒜头青 我在这边讲了一万次了嘛 这个蒜头青 他就是涉案人啊 对啊 他也去 现在据我了解 检察官兰检也把他调约谈啊 他无贵 他说我是被害者啊 被害人 可是这个东西 就是恐吓取材嘛 这是属于光电业的财务纠纷 光电业 而且你看这个很简单 开了88枪 就是今天这个 我们的谈过 这个还换弹夹 辛苦得不得了 他目的是干什么 对吗 求财嘛 求财的目的 到我们高度怀疑 这个被害人已经私下 跟这个施暴者 跟这个嫌犯 有私下透过管道达成协议的嘛 所以破不了案啊 破不了 当然破不了啊 88枪破不了 对 因为这个 他的恐吓的对象 他取材对象 就是郭再卿 对 那郭再卿是够立的 他是叫他 我告诉你他的全部的身份 他是鹰派的 台南市选出来的中央执行委员 所以郭再卿背后有人 警察怎么办 办不下去嘛 警察根本办不下去啊 这我就不懂得讲 以前 你地方办那么大的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 你地方办不了 那中央可以介入啊 中央有刑事警察局啊 中央有霹雳小组啊 所以我刚刚已经讲了 可是他的力量是 跟中央是连结的 今天的谈民进党的麻烦 所谓的黑道 所谓的自然问题 你看那些立法委员 在谈选霸法修法 这都是虚招嘛 我现在请问你 民进党所谓在中央级的 有力量的 所谓有黑道力量的人 有没有人是选举出来的人 没有嘛 没有普通选举啊 都是党职啊 都是哪有哪有公职 他力量来自于哪里 所有的人里面 真正构立的人 所谓的鹰派的药桥里面 哪一个人是经过 中央地方选举 没有选举 没有明代 你知道吧 没有立法委员 没有议员 他就是一个党职 所以民进党党政就是有用 你知道吗 为什么党政有用 党政没有 党政有两种 一种像我这样被开除的 你的党政没有用了 一种是什么 一种是总统关爱的眼神 有什么没有用 他们讲 你在这个地方 国民党论黑金 黑的比民进党多太多了 好 我们在选前看到了 新竹市的议会议长 今天他们提出来 是以前四海帮的堂主 对不对 真的假的 我再讲了一大堆 今天我说许议长 说他是四海帮堂主 他在那边上节目怎么讲的 他唠得很 憋得很 他那两万块都管不住 全部是您之间一个人吃定的 四海帮堂主 连两万块都不能决定 在新竹市 这个叫黑道 这个什么黑道吧 黑道连两万块都没有办法 议会 他说我是议会最唠的议长 所以不能让你得逞 不能给你全力 他是不是在议会 新竹市议会议长 四海帮堂主 他们讲的他是黑道 他说他是有史以来 最闹的意思 那这个叫做黑道 你看过这种黑道吗 所以很简单 民进党的黑道 是从上 从中央开始搞黑道 你不要瞎唠 国民党搞黑道是搞地方的黑道 而且连两万块都不能决定 这个是什么样的政治架构 总裁长 我们到血腥味了 你知道如果民党 刚刚讲到罗智镇是什么 罗智镇是一系的 许志杰新潮流系的 范芸 当然讲 他是两个姑娘型的 如果三个人都这么讲 那真的就严重了 我觉得是开非常在这个 早期的一个酝酿的阶段 因为这件事情 真正的核心的这个角色者 其实是蔡英文总统本人 为什么这话怎么讲 其实他们是讲给蔡英文听的 蔡英文谁用 不是 蔡英文谁用的 蔡总统用的 谁能够任免他 蔡总统 蔡总统 所以关键是第一个 陈明通的任免问题 今天我是陈明通 我要去到立法院 我会非常痛苦 对不对 每天面临到这个问题被羞辱 陈局长不回答陈教授的事情 他多厉害啊 那就是非常羞辱的事情 以今天陈明通这件事情 以他个人的厉害关系来讲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 很好的处理的话 请问你 他这一辈子在学界的地位 会滴落到什么程度 他在乎吗 不是 就变成一个丑闻嘛 你可以啊 可以啊 你跟台大教授到最后 就变成一个丑闻 对 我不在乎 我又为了民进党 我干了这个事情 我不要脸 对 是这样子吗 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嘛 所以陈明通的这个历史定位 他的教授生涯的 道德定位的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第二个问题 民进党到底对这件事情 今天定性了没有 没有吗 当然没有啊 还没定性 对 我之前讲 要考虑陈明通的去留 许志杰讲 陈明通应该先到先后辞职 范云都讲 已经让知识界年轻时代 对民进党的信任危机 要赶快全面停止辩解 深切反省了 这也可以解释成 他们三位先把这个事情的立场 先撇清 以后被外面 碰到媒体压力的时候 刀不关键 我已经表示了 我的态度跟中央不一致 但是我没办法 可以这样子讲吗 对不对 但是我刚才还是回到 我刚刚谈的 核心问题 和决策者是蔡英文 对不对 一个是陈明通的教授的这个地位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生涯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定位定位问题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蔡英文 蔡英文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对林志坚抄袭案被取消学籍这个事情有改变态度 没有啊 没有 到今天也没有啊 相信志坚还不变吗 没有啊 他还要跟台大英干啊 到我们的印象中还是停留在那个时间的那个坐标 所以你看到郑文灿的答案是什么 郑文灿说 因为我有些瑕疵 我对我的瑕疵的错误我给予道歉嘛 那瑕疵到底是不是瑕疵 是抄袭还是瑕疵 你看你 因为郑文灿看到林志坚的故事 前车之鉴啊 非常恐怖哦 经济的什么事情发生 林志坚开始硬干 干他做什么结果 发觉他 早上带课 他课都没去上 助理跑去访计上课的 越挖越臭了 越挖越臭 所以郑文灿很聪明啊 我跟你搞这个干嘛 我就是不要了嘛 因为郑文灿本身他是学霸 知道这个是不值钱的东西 他是学霸 他从建中到台大电机系 这都是非常难得非常了不起的学弟 他是台大电机系的 好学生嘛 他非常聪明 非常天之非常聪明的 听说他是巴德国中第一名毕业的 这种人他根本瞧不起 这个陈平通这个东西嘛 这为什么会搞出这个玩意 他是莫名其妙 以他 以郑文灿的学识跟内涵 他远超过这个硕士啊 是吗 他当然 我这样问一个很简单嘛 郑文灿是这个硕士对不对 林志坚是不是硕士 是硕士 那这两个程度 你认为比较起来比比看是谁 天差地远 对啊 郑文灿可以坐在面前 马上跟你演讲半个小时的 两岸关系的态度 假的 那当然没有问题啊 他对国际政治他可以分析啊 你认为林志坚 郑文灿总国际政治 当然可以啊 你这么让我跟他一起开国会 没有问题的啦 对不对 大陆学者过来他侃侃而谈啊 他的知识力没有 含金量没有问题 你认为 我没有看过你这么称赞一个人的 我跟他 因为我跟他一起同时 担任中华民国这个 港澳自由学会的这个理 我当时常务理事当过一段时间 对 他当过会长嘛 我跟他一起开国会 那我一直说 你认为林志坚 你敢让他去跟大陆学者开会吗 当然不行 你敢不敢啊 我先问你 对 把台湾的脸都丢光了 有这么严重 他的草包 他的矽晶圆 台湾 新竹产矽 他都会讲得出来 这种货色 新竹产玻璃 玻璃什么呢 玻璃一筹这个沙子 里面有矽 所以就可以有这个 我们所以新竹 才会变成台湾的矽骨 所以这个问题麻烦来了 就是民进党今天一定要有个态度 没有态度不出来的话 陈明通就继续搞 陈明通继续当国安局局长 对 你认为他懂国安吗 他不懂吗 当然不懂啊 他又可以搞两个 又可以搞国安 跑到了 跑去泰国做情报 他发神经病 我跟你讲很简单 这个泰国的情报工作 就是国安局长的重要任务 那国安局长 你认为他升任吗 那很简单吧 你看每一个例子都在讲啊 这考虑去留嘛 为什么可以随便考虑去留 不重要嘛 这事情啊 一出事情 大家就说考虑去留 就如果一出事情 刘宝洁考虑去留 会这样子吗 刘宝洁不会被考虑去留 刘宝洁太重要 刘宝洁是必需品 那陈明通是什么 陈明通是充分性产品 nice to have 有好不有好 今早就会比较重要 董事长 其实我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当时我们的院长在院会之后 开了这个记者会 院会不和你灾 然后在什么时候 2022年的8月25号 就今年8月25号 我们是一个福利最多 还债最多的 他讲说明年总预算 编列还债的金额是1110亿 是22年来的最高 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严守财政纪律 帮你加薪减税 我已经全力来支持这个政府 就没有想到 刚才讲到 如果你真的这么厉害 你真的可以福利最多 还债最多 你真的可以加薪减税 增福利 为什么今天讲到十倍讯的时候 审计部的审计长却讲 国家债务缓缓上涨 要控管了 这个已经完全失控了 苏贞昌他本身他不懂 他完全对 他是学法律的 他当了三年的行政院长 我只讲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台湾的经济未来何去何从 一句话告诉我 苏贞昌有没有讲过一件事情 台湾未来十年 经济是抗生怎么走 没有吗 何去何从 他不是穷穷穷吗 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穷去当警察吧 他现在给拉气敌 对 一直想要当官嘛 想要当总统 这种怎么当总统呢 怎么这个政机拙劣嘛 这国家都快给他搞垮掉了 郝伟先谈刚刚讲那个儒欣 儒欣 儒欣那个什么公司啊 多利福 你知道那个什么公司吗 什么公司 那个老板姓陈 那个老板的后面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他是明天集团的肖建华 他是中资的公司 他完全是一个假公司去买了一堆中国的资产 把大陆的假资产灌进来 然后骗我们投资人的钱 对 开了国发会要投资会议的时候 过关之后一个月就跳票了 一个月投资进去这个公司就挂了 他把钱就洗走了 他一个月公司就没了 他把国发基金的钱洗到公司来之后 他大概花了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 就把钱转出去了 对 转出干什么 去干嘛 前面去年就讲了说要买一些国外的资产 什么叫国外资产 就是中国大陆的海外公司嘛 就把钱洗光光就没钱了 台湾的国发基金跑去 洗到去买中国资产 然后就没了 就汇款把钱通通都汇出去了 就这公司就倒了 就国发基金一投资 三个月公司就垮了 就那么一个 这完全是一个诈欺嘛 诈欺 这个人很简单 不回来了 这个副者从此不回来了 人间消失了 他没有消失 他不回台湾了 就跟你每天吵架 发新闻稿 开董事会 反正就是一个诈欺嘛 对 他有美国籍啊 拿他没办法 对 所以我刚刚讲的 他就是大陆的明天集团的 肖建华 相关的有 有关系的一批诈欺分子 就骗了台湾政府的钱 那没有内应 政府钱那么好骗 对 又是高层嘛 又是高层 这个就按陈明文嘛 陈明文我好朋友嘛 对不对 他 陈明文又是你好朋友了 不是 倒霉 陈明文不会做股票嘛 陈明文一定被骗了嘛 陈明文一定被骗了嘛 你不会被骗去帮人家这个忙选民服务嘛 他喜欢 他很热忱的喜欢选民服务嘛 喜欢去帮人家搞什么特件啊 被馆长骂嘛 喜欢去搞选民服务 就是如心就投资了 就被倒闭了 所以我讲的意思是这个政府的特性 包括从蔡英文到苏贞昌他们干什么事你知道吗 花老百姓的钱的水啊 花的 花老百姓的钱 不眨眼 完全就当做 他花的流 满头大汗的花 每天流汗了 拼命花钱 花急得不得了 小时候我妈最喜欢骂说 你敢急动这个拿卡 这么没用嘛 他们也把我的钱弄这个拿卡 当然是拿卡 他老百姓的钱 他是拼命浪费拼命浪费 浪费很简单 买票嘛 做人群嘛 搞派系嘛 耍威风嘛 然后帮助 然后党同伐异嘛 对不对 然后恶死民进 恶死国民党 匪死民进党嘛 就为了选举嘛 结果有什么 多行不亦必自弊 搞了那么多钱 对不对 八兆负债 然后结果呢 政权垮掉 选了剩五加一 四加一 对不对 所以我想什么意思 还讲明年还是很有信心 20245还是很有信心啊 那可以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可是这个就是很简单 我只问一句话 结论一句话 请你蔡英文 苏贞昌 告诉我一句话 我台湾的经济 何去何从 明年靠什么 十年内我们靠什么 赖以生存 就回答一个问题就好 半导体啊 护国省三啊 好 那半导体护国省三 我告诉你 多少 有多少钱嘛 你的收支要平衡嘛 半导体护国省三 总共一年就几千亿 一两 一千多亿的收入 到两千亿收入 那个我们的能够 我们现在已经负在八兆了嘛 那怎么搞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政府是完全没有能力 经营这个国家的政府 通知识交换